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场比赛中 古兰当让人看到了自己的拳头威力 在第一回合结束前 古兰当饮食般的左直拳阶阶时时砸在百万宝贝的下巴上 一拳KO获胜 古兰当对自己的重拳信心十足 他的拳法得到过奥运会拳击金牌得主索姆拉克比卡辛 Somrak Kamsing的指点 特别是左拳威力催枯拉朽 因此获得了左饮食的绰号 在谈到KO桑玛尼的那一拳时 古兰当说 当我看到他露出破绽的时候 拳头就穿透了他的防守 然后击 中了他 我们用的是很薄的分纸手套 所以他直接就倒下了 如今24岁的古兰当再次站到了25岁的桑玛尼面前 两位年轻的泰拳冠军狭路相逢 或许是因为首翻战的失败太过于惨痛 比赛开始之后 桑玛尼一直对古兰当的重拳严加防备 古兰当也预测到了这一点 因此他一反常态增加了自己的腿法攻击频率 桑玛尼有备而来 以拳法和轴法组织反击 就当古兰当用强有力的腿法 将桑玛尼的注意力逐渐转移之后 他终于在第三回合找到了重拳出击的机会 一记爆发力十足的左拳 将桑玛尼打得晕头转向 靠着这个明显的重拳伤害 古兰当赢得了裁判的青睐 获得了一致性判定胜利 桑玛尼复仇失败 再次吞下苦果 在赛后接受主持人采访时 古兰当提到了这场比赛的战术安排 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我一定会赢得这场比赛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一拳把他击倒了 所以这次我预判他可能会对我的重拳有所防备 所以我用了很多腿法进攻